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建议康林今年十二岁 平时我喜欢滑水、攀石、踩单车 行山我可以学到上落山的技巧 还有可以懂得很多知识 例如花草树木的名字 还有可以分辨水哪些不能喝哪些干净 它改变了我行山的姿态 因为之前我和家人一起行山的时候 我都只顧着冲 然后就令我经常受伤 我叫吴紫良今年十岁 我大约识了行山一年 一开始我还没接触行山的时候 我在家里有时间的时候 我就会拿起部手机打 但是我现在要行山 KK Sir要我们做好一些功夫 还有温好习 才可以每个星期来练习 预备行山之前我们做些热身 好吗 好 和很多小朋友一样 康林和梓阳都喜欢打机 喜欢玩 但是年纪轻轻 为什么会爱上每个星期 这么辛苦去攀山月嶺 走不同的山呢 她每一次都要很早起床 她真的很硬睡 天尾光就要出门口 但是每一次我见她走完山回来 容光换发的 精神晒地回来 她很享受每一次的训练 这么小就懂得享受行山的乐趣 原来全靠行山教练 KK训练出来 我是1996正式开始参加银行者 依然我从来不喜欢上山 最终我不喜欢阳光晒 但是因为工作关系 没有办法 接触了大自然的山 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番的感觉 我发觉原来走完 不是想象中这么辛苦 虽然过程是有点难 好像辛苦 而是第二次的走 就在这边拿到第三名 我觉得原来我们一般人玩 都不是想象中这么难 而且还有很多机会 可以去改善或者改进 希望和当年的居家兵 试试 我自己的口头常常有一句 对方都不是神 对方都是人 只要他们大家找出不同的方法去做 应该可以改善到 而我第三次的艺行者 就是1998年 就赢了第一届艺行者 1999年就是赢了第二次 最终于2000年 赢了年续三届 从2001年开始 去澳洲参加了艺行者 所有全世界的艺行者 都是一百公里 去澳洲玩了五次 最终于拿了三次第二 又一次第一 自此之后再去日本 连赢了两届 又去纽西南试试 又赢了一届 去做西班牙 比利时 跟冠军一起冲船 累积多年的行山经验 KK开始想把这行 这么有益心心的运动 传承下去 我在这么多年里 我体验到 原来有些人 如果他不是一张白纸 地进来 你要灌输思想 给那些所谓的成年 固有思想的人 你不是这么容易 下次改变他 在四年前 终于现在被我找到 最好的年龄层 其实就是清分 因为小朋友 如果你从小的时候 七至十一二岁 其实他们的骨架 在我们帮人去做保健的 是要玩得健康 而且不止只要训练去比赛 我还要他们享受大自然 而且预先教育 教识他们 每一样你们要爱惜大自然 包括海岸也好 山也好 周围也好 路边也好 市区也好 你都要爱惜自己 所有的公物 虽然KK发现 由小培养效果更好 但是怎样去找一些 喜欢行山 又不是三分钟热度的 可造之材呢 那怎样去恩选呢 我看他们的年龄层 譬如他们七岁 八岁、九岁 那些 我就让他们跑两公里 只要不是要他们 趋高拼命去跑 要他们跑得好 不要一时快 一时慢 还有不要跑到 有连那时拼命跑 跑得不好 就会想走 我们要他们持续性 一直很均勻地跑出来 接着我们就去做一个测试的上楼体的训练 你找一条很长的楼体 要叫他们怎样叉腰上去 怎样做呼吸 下来的时候 怎样放松 慢慢慢慢 让肌肉放松来下来 这样那些伤痕自然去减少 可以从小到大 判输交进给他们 那我们如果能够因选进来的那些 我们每一次出去户外 带他们去训练 我们都跟他们做三个月为期一次 每一次上山 基本上我们的教练都会有一对一 每一次走完的山 我要他们记得每一个山的名字 还有在沿途 一般的植物 容易看到 有大棵 根本是很普通的 那我要他们背出来 告诉他们 如果看到一些水里面的 经过河流溪间 那我就要告诉他们 哪些水 是可以饮灯 不饮灯 什么叫做淌露水源 什么叫做由石滲出 流出来的水 还有在下雨的天气 或者当然不是很大雨的那些 湿了的地面 怎样的石 什么叫线 不叫不线 怎样的安全和不安全 现在一个大棵 我要摸下这些栗 大家摸下这些栗 手指轻轻地烫一下 局面张 不要太大力 就不能戒伸手 有很多次 有很多次 purs出荷 那么摸下这些栗 很大块 好像毛毛 摸下 你们一定要认住 因为这些栗 一烫过你的皮肤一戒 就会流血 然后你这件衣服一勾就会穿 这叫虎丁,记不记得读一下吗?虎丁 虎丁的虎,丁香的丁 这个是虎丁,这叶是很特别的 和一般的叶是不同的 它是一块,一皮是三块的,你见不见到? 一二三,和其他叶是不同的 这些叶也不是这样的 其他叶是不同的,是很独特的 那些人就拿来做茶叶 一块就等于充了一杯茶 那就是金粮,所谓一杯人的清热 行山不单止行山 还学会很多做人的道理 除了这个所谓的学习的机会 我们还要演示到他们行山的品德 如果在山道,大家的山道 有些人走过来,我发觉他们都完全不认识 我发觉我会提他们 咦?你干什么?是啞的? 我让他们起码叫他人早晨 我觉得一开始在选拔的时候 我看到他站在这里 挖着那半场,然后在看手机很凶 但是慢慢认识他的时候,都觉得他很搞笑 而且我觉得他教他的知识给我们 子羊本身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乖巧的小朋友 走过山后,比以前更乖 更加听从指令 更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在行山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满足感 在他的学习上,其实也是令他专注了 而且因为跑山的训练 其实每个星期都花了很多时间 他在自己的时间管理上 也是学会了如何尽快完成自己的功课 所以他在学习的学习 我之前是第一次的时候有想过放弃 因为我觉得很辛苦 但是K.K.sir跟我们说 努力,不要在中途放弃 然后我走到山顶就觉得很有成功感 虽然一山还有一山高 但是到达顶峰的喜悦 也真是难以形容 K.K.sir希望可以培养更多 爱上行山的人 延续挑战自己的精神 我最主要学到 除了他们的爱识大战之外 你带着我教他们 遇到困难的时候 遇到辛苦的时候 坚持和不要放弃 你要承诺 你当初要玩的时候 我问他们的问题 你们说遇到困难都不要放弃 这是最重要的 然后你明白了 可以学到这种精神 去传给另外 未来给你年纪小的小朋友 所谓一路传承下去 今天我们免费教育你 他招育你也免费教育其他人 这样就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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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